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27日 沙兰迪兵工厂有力拿3分 周二清晨,阿甲继续进行 届时泰拿尼斯和沙兰迪兵工厂将于前者主场一决高下 泰拿尼斯近期取胜能力明显不足 而且还遭遇新赛季联赛开门黑 球队目前状态实在令人担忧 金杖面对近况,尚可兼且攻击力有所保证的沙兰迪兵工厂 泰拿尼斯在遭打击不足为奇 泰拿尼斯近期表现难尽人意 在最近六仗各项赛事当中 他们仅取得可怜的一场胜利 其余二和三负,球队显然不在状态 防守表现欠佳无疑是影响泰拿尼斯战绩的一大因素 要知道,他们最近六仗各项赛事当中有五场被对手攻破大门 其中新赛季首轮连赛面对纽维尔救生以失利告终之余 还失了三球,这对于球员士气方面肯定有所打击 尽管金杖坐镇主场,但泰拿尼斯已经连续四仗各项赛事主场为长胜计 期间战绩,仅为二和二负,当中三度被对手动穿球门 可见球队目前并无什么主场优势可言 金杖面对近况上算稳定的沙兰迪兵工厂,泰拿尼斯实在不宜过分高估 另一边乡,沙兰迪兵工厂最近整体表现上算稳定 他们最近八仗各项赛事仅输一场 而且期间有七场能顺利破门,可见球队攻击力,还是颇为值得信赖 金纪联赛首轮,沙兰迪兵工厂遭遇胜罗伦速 结果他们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凭借攻击手安卡拉巴查尔的 剑弓斑平比分抢的宝贵的一分,球队显示出极强的韧镜 可惜的是,入球攻城南卡拉巴查尔比赛尾断染红金杖需要停赛受罚 幸好沙兰迪兵工厂阵中还有L.I.拔天高和毕施佩尔维达等得分能力不俗的进攻好手 近期在比赛中有所建树的他们金杖肯定能给泰拿尼斯后防线制造不少麻烦 此番走仿状态欠佳的泰拿尼斯,沙兰迪兵工厂很大机会取得新赛季联赛首胜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待会儿了